桥家大院的四大镇宅之宝 桥家大院的镇宅之宝 大吉大利的吉祥物 犀牛望月镜 在桥家的三号院 有一面犀牛望月镜 高两米重一吨 采用木质最坚硬的珍稀铁梨木雕刻而成 上面是直径一米的镜子 代表圆月 中间浮雕祥云图案如彩云轰月 底座是犀牛 回顾上偏望明月 犀牛的谐音是犀牛 是大吉大利 喜从天降的吉祥物 明月高照祥云绕 安居乐业红玉满 犀牛望月镜 不仅是桥家生财镇宅之宝 也是国家一级文物 中国最早的监控设备 万人球桥家大院 有一个挂在鲜花板上的水银球 据说是从美国进口的 桥家在安装它的时候 还加入了中国元素 用红丝线制成的碎子装饰了一下 让它看起来不像是博来品 更像一个中式宫灯 这个灯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监控设备 桥家会客时 只需瞅一眼房上的水银球 就可以将屋内脚角落落的人都能监视到 只是人的影像在球上按一定比例缩小了而已 因此也被称为万人灯 这是当时极罕见之物 是用来防止商业间谍的神器 三十万两银子买的灯 九龙灯 九龙灯为红木材质 设计精巧 共有三层 上层由四条龙托起葫芦形挂钮 龙手高昂 龙身盘曲 中层雷八零八面形灯身 其中四面是玻璃空镜化 四面是水银玻璃 下层是五条龙 其中四条龙手向上 龙身成万字形 能转动身躯 配有灯台和蜡签 另有一条龙手向下 能四面转动 龙身盘于主舟 这两盏灯大有来的 八国联军侵华时 慈禧太后仓皇出逃 一路上吃了不少苦 吃对制的饭都是问题 逃到西安才缓过来 当时乔家捐赠三十万两银子给慈禧 慈禧被表达感谢 便赏赐了这两盏九龙灯 九龙灯整个灯重达七十一斤 将豪华繁琐使用 美观结合在一起 不惧将心 是目标工艺精品中的精品 经考着 目前还未发现有类似的第三件九龙灯 属于国家一级文物 乔治雍简的大漏 九龙屏风 八国联军侵华 皇宫的不少好东西流到外国 也有不少流落民间 据说九龙屏风就是其中的大剑之一 九龙屏风雍容大气 镶嵌九条玉龙 雕工精巧许许如生 与花梨木浑然一体 另外还雕刻有七十二条小龙 整个屏风共八十一条龙 古人认为九十天的象征 用九五之尊来称呼帝王 加上龙舍皇室专用图案 所以此屏风极有可能来自宫廷 机缘巧合之下 由乔治雍出具资购买 抬到了乔家大院 这样的大剑如何流落民间没有记载 能完好的等到乔治雍捡到此大楼 也不失为中国珍宝的保存做出了贡献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我可以看更多责任编辑 我可以看更多责任编辑